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 就是相变化材料真的有磨合器吗 所有的机器它的磨合器都是一样的吗 这个磨合器到底是多久 这个东西到底是商家拖延售后的噱头 还是说假冒产品的挡箭牌呢 我想应该是很多关心这方面朋友的比较困惑的地方 今天我们相对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并且通过几个小实验来简单测试一下 说说我个人的理解 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 相变片是有磨合器的 这个时间大概是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 最长的不会超过一两周 这个时间是不等的 为啥是个范围值呢 其实影响相变化材料磨合器的关键变量有三个 第一个是芯片的面积 第二个是散热器的压力和光滑度 第三个是材料本身 在后面展开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基础 老玩家应该都懂 但是我们还是再讲一下 我们电脑上使用的相变片或者相变膏 以霍尼威尔7950或泰尼诺的PCM800X为例 它们的相变温度都是45摄氏度 超过45度相变片里添加的树纸 它就会融化掉 变成粘稠的膏状 从而可以去充分的润湿并填充界面 说到散热器挤压之后 相变硅脂大部分都会被挤出芯片表面 顺便带走了里面的气泡 并且降低了厚度 使散热器和芯片中间的缝隙填充的更加紧密 热阻也就降低了 芯片的温度也会随着降低 这个相变化材料的核心 其实就是里面添加的这种 随着温度变化而相变的 长分子链结构的数值 也正是因为这种成分 使相变化材料获得了比传统硅脂 要好得多的耐久性 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 我们再回过来说 磨合器的三个关键指标 可能就非常好理解了 芯片的面积自然是越小 散热器的下压力自然是越大 散热器和芯片表面越光滑 这个融化挤出的速度 就会越快 反之就会越慢 比如AMD移动版的CPU 它只有直接盖那么大小的一个表面积 并且带的表面非常的光滑 就跟玻璃一样 我们假定笔记本的散热器压力 和台式的散热器压力 是一样的情况下 自然是小CPU的融化挤出速度会更快 并且快得多 可能就十几秒一两分钟 就完成了融化挤出排气的过程 如果是台式CPU 那这个过程可能就会慢很多了 总之这是一个涉及了很多个音速变量的一个过程 对了这里也插一句 说到这个几出排气 我们近半年遇到过那么两个客户的咨询 说用了7950为什么散热器变色了 其实不是 覆盖了7950的部分由于隔绝了空气没有被氧化 而其他的地方接触了空气 氧化的速度不一样两边 所以导致这个色差的问题 反而应该准确的说是没贴7950的地方变色了 这个铜毕竟它不是金子 只是铜的氧化速度比较慢而已 好 回到正题下面我们可以做两个小实验的给大家观察一下这个所谓的磨合过程 我们准备了一台AMD的5800H的CPU的笔记本 一个10900K的台机CPU 这两个核心的面积有4倍左右的差距 并且英特尔的这个铜顶盖也是更加的粗糙 我们在测试之前提前把这个风扇转速拉满 同时给它们贴上7950进行三次的烤机测试 每次五分钟来观察这个温度的前后变化 能够相对快速的来模拟这个所谓的磨合过程 可以看到在台式机CPU上的三次烤机温度 分别是92、88、85 温度呈现了明显的阶梯状分布 一次比一次低 这个磨合过程体现的非常的明显 而在笔记本的5800HCPU上 第一次的五分钟烤机基本就达到了最佳状态 甚至第二次烤机时候 这个风扇始终就不再打到满速了 别加上这个机器内部激热 导致第二次测试温度不降泛升 我们拆装了很多次 始终都不能完成很完美的测试 风扇不满速也是因为这台机器控制台的一个bug 就是你拆机后必须得重启才能进入真正的性能模式 但是你重启一下基本上就磨合差不多了 这个测试就要主打一个快 要趁机不被搞偷袭才行 我们开机后的烤机速度甚至超过了Windows的时间更新速度 大家可以推散一下 我们拆解换归指一次用了多久 我们这个测试基本上就印证了我们前面的分析 也直观的证明了磨合过程确实是存在的 因为散热器的压力我们几乎是左右不了的 所以日常使用过程中对磨合时间感知最明显的就是芯片面积了 并且磨合的时间还是比较快的 甚至我们可以从这颗面积并不太大的10900K的CPU上 直观的看到下面一片磨合的过程给它连续烤机20分钟 可以观察到一个温度明显的下降曲线 当然在5800H这个指甲盖大小的CPU上大概5分钟这个过程基本就完成了 当然还是要说不同的机器散热器提供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比如你的螺丝没有紧箍到位 那么这个时间可能就会变长很多 再说第三点就是材料本身了 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三个图 这是三种材料在不同的台式机上进行了20分钟烤机后的材料的压痕 ABC这三种材料的压痕是一次变化的 A的材料压痕是最厚的 C的材料是压的最薄的 这个其实就是三种不同配方的材料导致的 A材料明显是本身融化后它的润滑度不够 或者说它很难融化 所以没有被有效的挤出 自然它的温度也是最高的 我们可以看这三个温度的对比图 当然霍尼威尔的7950或者说泰尼顿的PCM800X 是不会有涂上AB这种问题的 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学问的 涉及到材料研发层面的 我就不好乱拽词了 并且这个压薄的过程也不是说一次完成的 我们知道散热器都是由弹簧螺丝或者说弹片固定的 这就提供了散热器一个持续的弹性的下压力 那么高温下项元片融化被挤出之后材料变薄 散热器和芯片的间隙变小 再次融化再次压缩 这是一个多次循环往复的过程 更何况还要结合芯片的在微观层面下的 那个膨出的问题 芯片表面往往会形成一个压力集中的一个白点 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那么了解了这个原理之后 也就理解了 为啥网上会有很多网友们 有各种各样的反馈和讨论了 有人说用一周之后 然后才有一个明显的温度下降 有人说一个月 有人说不需要 我上机感觉就很好 他们每个人可能说的都对 不同的笔记本 芯片的规格尺寸不同 然后散热器的压力和固定方式 也都是五花八门 并且自己换消灭片 你拧螺丝的力度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 但一般来说 不管是台日机还是笔记本 烤机20分钟的强度 就基本上可以发挥出绝大部分的性能了 往后再所谓的磨合器 变化就非常的微小了 可能你测试那些误差 就已经填平了这个坑了 相片膏其实也是一样的原理 只不过相片膏里头 它有一个溶剂挥发的过程 新鲜的相片膏里头 还有方便涂抹的溶剂 推荐的是涂平之后 晾干10分钟左右 它这个溶剂挥发速度非常的快 表面不再粘手之后再装散热器 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有效缩短磨合器 但是还是要看散热器的压力 看芯片的光滑程度 看芯片的表面积 当然还要看材料本身 从我们接触到的大量用户的反馈来看 他们的磨合器也确实都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你只要保证 你用的合适厚度的垫片 或者说硬度合适的垫片 散热器的螺丝锁紧的力度合适 那么在安装正确的这种情况下 你正常使用个一两天 基本上就发挥出来了它的最大效果了 当然了有部分的笔本产商 它设计的原厂散热器的压力就比较小 可能你用个一两周左右 才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 大家也不必去焦虑 可以搜一搜同型号同配置的机器 是什么样的效果 也不要跟别的机器乱比 人有高矮胖瘦 机有大小薄厚 五花八门各不相同 当然了 如果说你上级温度就是不降低 用了一两周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那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散热器没有彻底的清灰 或者说你散热器螺丝没有锁紧 或者说你散热器变形了 极端情况是忘记丝膜了 当然也可能是你的材料用的有问题 这都说不好 如果说你的散热器就是压不紧 可以去看看我们的GK09 专为压不紧的散热器而生 好 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 有时间的话 欢迎大家来逛一逛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